这是你老公吗 不是 还没结婚 我们现在是分手的状态 确定没结婚啊 对 没结婚怎么就成了姐夫了呢 那他肯定要 你一口一个就是 作为姐夫 作为姐夫 人家不是姐夫呀 那他肯定要奔着这方向去呀 为什么要奔着这方向去呢 他想要跟我 那也不是他弟 他想要跟我好 我对我弟好 我觉得他也应该对我弟好 那行 那得了 得了 那我听懂了 行 他们家是要二十万的财力 对 怎么你刚才说的什么 十万块钱财力 十万块钱借给他弟做买卖 啥意思 我没听明白 是这样的 本来财力是十万块钱 然后让我们家借十万块钱 给他弟弟做生意 我爸当时是这样说的 然后后来呢 我们看到我们两家 闹得不愉快嘛 然后后来我爸给我发信息说 其实吧 这十万块钱要不要也没什么 就是想考验一下他们家 考验什么呢 看他们的态度 我没听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确定啊 那那十万块钱不给可以吗 可以啊 那那篮球鞋的钱能还回来吗 那能让你弟到他朋友那个公司 给人道个歉吗 那 可以吗 那这个看到底是不是 我弟的不对了 你弟还有什么对的吗 接着我还问你 你爱这个男人吗 我之前就觉得他 你曾经爱过他吗 爱过 我之前觉得他挺好的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 他有能力花五百块钱 去帮你们家搬家 让他轻松下来 你不 你让他搬 为什么你让你弟搬的时候 你心就那么疼啊 为什么他搬你就不心疼啊 我又不是天天让他搬 你也不是天天让你弟搬呢 你爱过他吗 吃死你了是吧 你不就要带着弟弟出嫁吗 你愿意去可以取啊 问题人家现在不嫁了呢 人家姑娘也非常明确 要找一个对我们家好 对我弟好的男人 其实说白了就这样嘛 因为彩礼的谈判 把一个非常明显的 伏地模的身份 再次地给树立了起来 小伙子还说 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都接受 女生可说了 你对我不好 对我弟不好 我还真不嫁呢 你就真舍得呀 我就是看着他对我好 所以才选得跟他在一起 可是他对你好就行了 你非要求他对你弟好 这事有点过吧 我对我弟好 然后他也应该像我一样 凭什么呀 因为我爱我弟啊 他也应该爱我弟 他只爱你啊 他没有以我爱你弟啊 你爱他父母吗 那他爱他父母 那我会跟着他 一起爱他父母 确定啊 那人家父母拿不出那些彩礼钱 为啥就这样 那当时还不是因为在饭桌上 我爸妈也跟我 你要爱他的父母 你站出来说话呀 那当时他妈那样说了 第一句话就说 你父母的话也不好听啊 哥 我也生气 十万彩礼没问题 再拿十万块钱来 我们家儿子要做买卖 你得借给我们 彩礼的事情可以商量嘛 但他们不是商量的 你们家出了彩礼不是还有弟弟的十万的吗 反正我爸说了可以商量 你爸说可以商量 不是你啊 所以我跟你之所以这么矫情 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那小子挺不容易的 我希望你能珍惜他 别动不动就要分手 别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了不起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意思你要考虑一下 你们组建的家庭 是属于你和他的家庭 任何影响到你们家庭的 都应该排在次要位置上 我只想给你矫情出这两点 其他的你就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们分析吧 一起进行